你也不得了 他曾经参加过八路军 八路军 对 他是一名八路军 那年七月十一号上午 也就是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天 他跟一群同学 去了沿岸 我把这件事情跟大家一说 大家都赞成去沿岸 我们就一路向西 往陕北去 可谁知道 还没到西安 我们就被当地的少恰给 给劫住了 我们当时都很年轻 对政事上的事谁也不了解 有个长官当时就问我们 喂 要去哪儿 我们就如实回答了 说 我们要去延安 说完这句话 我们所有的同学 都被他扣留下来了 后来 被转到西安的赶花院 大牢一族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是 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本能念的经 是 别说得没错 当时啊 的确很难 还好 富力柱想到了一个办法 你跟夫律住怎么样了 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不是吧 真的 不行 他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跟我说的是 你们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好 都把你吹上天了 我是觉得 他对你这份感情 特别在乎 特别真诚 你要珍惜这份感情知道吗 张大哥 你真的多想了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不说他了行吗 我想听听西安感化院 感化院 说到感化院 还得提到福律住 当时福律住 福律住啊 他就跟我们说啊 说咱们得找 得找何吉峰旅长 只有他才能救我们 后来我呢 就大着胆子 给何旅长写了一封信 我记得 祭出了得有一个月吧 没有任何的阴险 我当时很失望 可就在这个时候 何旅长突然派人来接我们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命运改变了 那他是你们的担人啊 是 救命恩人 何吉峰 抗日名将 国民革命军第29军 第110旅旅长 中共地下党员 在抗日战争中战功显赫 做出杰出贡献 1948年 他与另一名地下党员 张克霞将军一起 率国民党第59军全部 和第77军大部 在淮海战场起义 由此回归党的怀抱 佳和师傅 蓝老爹派人来找我 打听你回来以后的情况 我说你都好 谢谢 这是你的同事 让我转交给你的 我帮你看着点 阿弥陀佛 陈参谋 种种迹象表明 湘西大战似乎已经开始 雪峰山支队组建有进展 兰家寨附近的几个村寨 游击武装已经建立 目前 你向山门方向扩展我们的队伍 左春文小队 在老安堂附近究竟埋伏 如有情况 他们会随时侧应你 另外 关于我哥哥 如果可能 看看能否做做他的工作 把他拉到我们这边 当然最好 虽然我知道这很难 但我不甘心 拜托你了 张爷 我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 兰陵儿约我出去的真实目的 其实就是想杀死我 我觉得他在韩小衍的枪口下救了我 已经不欠我的私情债了 仇恨可以让邪恶疯狂 良知也可以让恶行顿目 兰陵儿这天的失守 在于他的犹豫 兰陵儿的犹豫 让死神又一次与我 擦肩而过 快点 快 兰陵儿 你刚才去哪儿了 大家都在等你 随便走走 跟他 是有什么 赶紧走 去哪儿啊 追使行动 现在就走 快去吧 啰嗦什么 走 小心 小心 玛利亚的战地救护队 被调到了战线最需要的地方 不知为什么 随着兰陵儿的离去 我反倒感觉一丝轻松 有人说 男人其实很怪 有些时候 有漂亮的女孩在身边 会让她感到无比愉悦 但有些时候 漂亮的女孩在身边 反而会让她负累沉重 我当时的心情正是这样 很失落啊 什么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不是 你这话说一半 说明白到底什么意思 真没什么意思 我看你那表情不像没什么意思 肯定有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那就是了 没意思 不是 我觉得挺有意思 君总 要七四团 跟你九连 正是失去联络 五阳方向 也听不到枪声了 看来五阳 真的是沦陷了 有意 我的有意 骂他唐安波 丢了枪声 他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你去给维院长发报 就说直接说 是我说的 落款王耀武 是 是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滚滚猪公中 王耀武是个处事谨慎 是 进退得体的人 他深暗官场的水深火热 极少有帅性职员 或哗众取宠的事 若不是出于战场行事紧迫 以及陆军总司令何迎亲 和第三方面军司令 汤伯恩双双不作为 他是绝不会做出越过河迎亲 而向蒋介石直接汇报 这种渐怨之举的 五十八楼团 全都失望了 传计 告诉你 任何犯罪都可以 避免 不然 中路的大军 都会被水泡 不然 这些人都没有 对 是 有 这些人都没有 哪 很少 护士 怎 都是 那 是 至于什么结果 听天由命吧 刘风秋 君坐着急了 命我部务必于十日内 赶到隋宁 敬县一带集结 这困难很大 所以我想让你 侵都前卫守护 没问题 看来第四方面军 是真的吃惊了 据说听了报告 会做火冒三照 一点面子也没给 唐司令活啊 吓得唐司令 连夜就赶到 朕远前者去了 所以这次长途奔袭 果实一定不能拉好 不能带人受过 去挨屁股板子 明白吗 没问题 那好 咱们敬县见 好 敬县见 你说什么 我们应该给 陈建玉一个机会 你指什么 找陈建玉 找土匪 找假冒十一师的家伙 你相信他说的话 我相信 根据 他有自信 你想 他本来 可以远走高飞 为什么要跑回来 他疯了 就按你说的 我同意了 抓紧行动吧 别辜负了王团长 给你的一联兵 你怎么选啊 我还有别的任务呢 我还有别的任务呢 你就那么信任我啊 你就那么信任我啊 你少啰嗦 我给你信任 可是张怀斌 你要向我保证 你值得信任 抓紧行动吧 胡兰态度的突然转变啊 让张怀斌有些不知所措 一向精明过人的胡兰 不会看不出来 张延的八路军 湘西特遣分队 绝非土匪可比 他们的军装 他们的美式枪械 他们娴熟的战术动作 还有他们身上 到处散发着的军人气息 这一切都无不证明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正规矩 然而 让张怀斌匪夷所思的是 胡兰居然认同了陈建玉 关于土匪劫持的共输 这不仅完全出乎张怀斌的意料 也大大超出了 他对胡兰所能认知的范畴 是胡兰有意检验他呢 还是对他和陈建玉网开一面呢 张怀斌一头雾水 百思而不得其解 你说什么 让我去给你们带路 对 这是我能想到的 唯一能救你出去的方法 如果我不去呢 那就证明 你告诉我们 你被土匪劫持的事情是假的 我离开家乡太久了 山山水水都不熟悉了 我记不清路 你怎么从山上下来的 你再带我们怎么上去就是了 我告诉你 他们没有笨到 老老实实在原地等候你们去搜脚的程度 这我知道 你只要帮我们找到 土匪的老窩 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也许匪巢会被毁掉的 人走留宗 验过留生 一定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的 你想出来的办法 我全是为了你 你们是不是心中有鬼了 你把这种人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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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最好想念 你也不想念 一只座 我没有不想念 你和 contividade 另外 关于我哥哥 如果可能 看看能否做做他的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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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们去 这么说 你们也是挺艰苦的 嗯 我们每天都要练功的 还要背歌词 是啊 你唱得真挺好的啊 现在 龙记者 你看 嗯 干什么 擦的汗 用不着 你抵触情绪 能不能不这么大啊 早知道你们部队是这样 特务遍地 对谁都不信任 我就不应该投奔过来 审查是必然的 我就不相信你们八路军 就不审查 你不是也因为被怀疑 才从八路军里脱身的吗 女军统跟你说的 你别管谁说的 是不是这样吧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 这审查它是必然的 你不要怨天尤人好不好 你很会替女军统说话吗 我什么时候替她说话了 我就说说女军统 你激动什么 我说你们怎么都这么说话啊 什么你们 谁跟谁啊 老祖宗的千年古训 在你们身上都对上号 什么祖训 女人一声提着醋饼子 你胡说 你们小点声 小声干什么 我没什么可悲人的 咱们得出一点形象嘛 你跟我 笑吗 看什么看 走吧 走 走 台长 他们好像往蓝家寨方向去了 你朝进路回去通知营长 让他们操作准备 快去 来 来 来 得罪 我哲喜她 啊 来 我没事 靳远 你就真打算 就这么在泥馆里待着 那怎么办 你们不放我出来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就是给你个机会 你是说你放我逃走 然后趁我逃走的时候 开枪击毙我 你这叫什么话 我是那种人吗 你真的要放我走吗 如果是 好啊 让你的部队停下来 我走了 怎么样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呢 我说的机会 那不是这样的机会 我就是想让你找到证据证明 证明你是清白的 然后把你再救出来 找到斐超 对 当然 如果说再能抓紧土匪 再弄清楚假冒 实意识的问题 那就更好了 那要看你的运气呢 不是 这回不是看我的运气 是看你的运气 感谢你 给女军统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 你 监狱 我做的这些事情 是为了谁啊 我做这些 还不是为了你知道吗 是 你不觉得吗 我不觉得 我还是那个我 只不过当年那个小女孩 已经长大了 走吧 快 趁急走走 想要看起 小姐也开 上去 运长 各位小队注意 做好战斗准备 是 运长 准备好了 出发 停 好 就是这儿啊 远着呢 到这儿才走了一半路 那这是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我知道 这是兰家寨 兰家寨 是兰家寨 上次我和家和老妮 到寨子里画过圆 那走吧 跟我来 张长官 既然都走到这儿了 为什么不进去看看 万一有什么收获呢 也是 进去看看 走吧 进展 哦 咱们 怎么办 展官 看我当 欢迎 欢迎啊 各位老总 如若进寨 请先喝兰门酒 老伯 我们不是来观光的 我们是来剿匪的 剿匪的 是 您看看 我们这些人 哪个像土匪啊 老伯 你们当然不是 但是我怀疑 可能 我说可能啊 有土匪 藏在你们这个寨子里 那好说 郡寨可以 带枪不行 我可以不拿枪 可是 张长官 你 你不能 我进去看看 你带着队伍守在这里 有动静你求 明白了 长官 老伯 请 请 张长官 我跟你一起去 一群人 美好 希望天下 我们去 我们守在这里 我们守在守在这里 我找到你们 我们守在守吧 我们守在守在守都 我们守在守在守的守在守在守地 小手 老总 你看这儿风景不错吧 这边 老爹 好 老总 再走不远就要到了 这边 好 老总 老总啊 你看 这就是老朽的家 要不要进去坐坐 我走了 好 好 请 军座 好消息啊 总司令部来电 第三方面军的第九十四军和二十六军 已经开始向我湘西运动集结 对 二十七日抵达隋宁境县一带 就怕原水救不了静火啊 怕我的七十四军顶不到那一天哪 七十四军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君主 七十四军 可是您亲手缔造出来的铁军哪 是我军王牌中的王牌 主力中的主力 他们一定能挺住的 毫虎架不住群狼啊 我们能用于右翼激东作战的部队太少 在武港城内也就只有师中城的一个营 对 是五十八师 一二七团一营 通报 我第四方面军的上下将士们 记住 在武阳为国捐躯的将士 记住他们的英明吧 司令官 司令官 参谋长 有武阳消息了 什么消息 九连还在战斗 你说谁还在战斗 九连 还会前他们恢复了和团队的联络 原来是他们的电台被打坏了 刚刚修好 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他们大药不足 他们说如果可能 请求尚风给予弹药支援 山王呢 山王什么情况 他们没说 他们说他们守得住 说他们的万全力 他被人捕了 什么事 说他们都不断了 告诉他们 殿长 殿长 殿元突破了北门 没从里面叹气 把他搬上 把谁的带 殿长 贵的太多了 我们被包围了 我们还是突围吧 混蛋 有道的命令 是攻守大元 在言突围 老子毕了你 那元军在哪里 殿长 你得给我们警员留点肿吧 吵命令 我死了 就因你这个负连的载质 你死了 你一排长载质 总之 打到最后的 就是我九连的连长 连长 混蛋 出什么 没出息 现在你亲自带人 留上 没关躲不回来 就不要活着回来见我 是 三个人进去吧 跟我走 我 黄耀武 根本估计最多能够 坚持四个小时的战争 被九连整整打了四天四年 从外北打到城远 从城远打到街巷 从街巷打到每一个亭人 中国陆军 第七十四军 第五十八十 第七四 第三营 第九业 元连长里下一百八十七名官兵 全体驯动 无一生怀 天哪 努备 长官 这条路 我们来的时候好像走过 现在又走回来了 你带我们兜圈子 不好意思 我没录了 用过发 张长官 把他送回老安堂 是 七十四军 五十八师 一七四团九连 在武阳的血栈 辞职了日军的进攻脚步 为国民革命军 第三方面军 开进湘西战场 赢得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日军统帅部 为了弥补其在右路战场的失衡 借以达到调动正面防线 中国守军的战役目的 确保中路突袭成功 突然令左路日军 加快突击速度 威逼桥江 中国军左翼防线 顷刻紧张起来 黄大长 张老弟 张老弟 别来无恙啊 我挺好的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军事秘密 不镇守龙潭司了 龙潭司不守了 我们啊 去守你们的空军机场 是不是芝江出事了 芝江出事那还了得啊 芝江出事 我们这些人 都得上军事法庭了 是不是乔江前机场 你小子不笨吗 这么说 那这么说鬼子已经打到旭谱了 是啊 这帮鬼子可真不好对付 王团长 那你们去了乔江 这龙潭司不就唱空城记了吗 放心吧 有你们空军侦察 龙潭司和山门一线 还没有发现鬼子 这就奇怪了 这就奇怪了 龙潭司是芝江的门户 小鬼子不知道 他不从这儿走啊 我又不是鬼子的参谋长 我哪知道 不过我想啊 龙潭司和山界一带 山高路窄 鬼门关多 芭城啊 小鬼子不敢走吧 不可能 你小子还真够操心呢 我能不操心吗 你们这一走了 这龙潭司官 不就成了纸糊子了吗 高级快出列 盘长 抽一个班出来 给这位张长官 是 一班 出列 到我这儿来 报告 一般报到 张老弟啊 我帮人帮到底 我这个团长啊 只有一个班的权利 好 别限少啊 不是 你说你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你抽一个班给我 不妥 不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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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班长 叫什么名字 王小二 班长 王小二 好吧 王小二就王小二 王班长 到 你这个班留下 归 张长官指挥 是 王小二 张怀宾 我这个班 可就留给你了 以炮子为之 走了 谢了 走了 谢了 再见 空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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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啊 怎么令他们走这一条路啊 闭嘴 别动 你给我给我 他娘的 笨蛋 真笨蛋 水壇 满 雪橙 陠近 会你休息一下吗 我 我们 133组带 严队 不离了 好 行 来 进来 你找我 你人缘不错啊 你什么意思啊 一个警卫班 那还不是托你的福吗 昨天的结果你还没告诉我呢 我相信不告诉你 你也会知道吧 谁说的 你决定相信 他说的是真的 我给过他机会 也给过你 胡兰 我说过谢谢你了 好 好 行 不说这些了 坐吧 说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 要做点什么 武士医师撤离龙潭司 现在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 如果这个时候日军偷袭的话 龙潭司会被打得惨不忍睹 我们还算好 至少我们手里还有枪 可老百姓呢 老百姓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我们要协助老百姓 疏散撤离 你笑什么呀 胡兰 刚才你这番话 让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 真的 我以为你眼中只有韩文龙 没有别人 你少说这种废话 行 说说吧 怎么个动员法 龙潭司 就两大家族 一个陈氏一个韩氏 如果这两个家族 带头疏散撤离的话 其他人的工作就好做了 有道理 韩家我来想办法 陈家 你去做工作吧 我 对呀 你以为陈家立过功啊 又讽刺我了 我现在没工夫讽刺你 那我也跟你直说 当初我答应陈老爷子 把监狱还给人家 到现在我还没兑现 我怎么去面对人家 陈建业 为什么不让他去啊 陈建业 多好的一个人选哪 天天白吃白喝 养着他干嘛呀 这个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啊 让他去 我说你长没长脑子 陈建业是我们秘密扣押的 要是他公开露面了 那龙潭司还不得炸了锅啊 你以为在龙潭司有秘密吗 那也不行 因为一个陈建业 都打破脑袋了 你还想重演第二次啊 那就非得让我去啊 你就当是积德行善 做好事行不行 好 我去 你们看见了没有 这个山头将来 是我们防御的主要阵地 那么相比之下 这一带 我们就可以很快地 再突破 是不是这样 君总 君总 你这眼睛怎么了 君总 您是不是担心什么呢 现在左翼右翼 打得如火如荼 但是龙潭司洞口 山门这一带风平浪静 这不合常理 君总 空军已经反复侦察过了 在我们乡齐的正面 的确还没有发现 日军大部队活动 他们打仗也就那两下子 他们主要靠左翼右翼两翼 突破防御阵脚 然后从意想不到的方向 对我们发起突袭 跟他们打了八年仗了 他们没有什么新鲜玩意 那您的意思是 抽调五十一师驰援乔江 这可能是一步臭棋 驰援乔江 是总司令部下达的命令 只能执行了 这或许是陈纳德和巴特鲁的意思 他们舍不得乔江 故意夸大乔江的危险 总司令 迫于他们的制约制主 因为他们手里 按着我们的新六军 有这个可能 五十一师现在在什么位置 目前还不清楚 快去问 如果日本人这个时候 偷袭我龙潭司 那可就坏了大菜了 我马上去联系 快去 你准备了 我真的没想到 放在我家里